歡迎來到今天創新方的嘉年華2023年的網上講座 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香港書行反權授權協會總幹事黃彥宇博士 以及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研究及技術開發總監唐志雄博士 來為我們講解有關於新程式AI和行業轉型的話題 如果大家在聽過座的過程中有問題想向港者提問的話 你們隨時可以用文字寫給我們 在Zoom裡面的觀眾可以在Zoom下方的Q&A文語答位置提交他們的題目 而在YouTube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在頁面下方的訊息留言箱留言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我們會在最後5至10分鐘的問答環節幫大家向港者提問 相信大家都想快點了解多點這個題目 我就有請黃博士先為我們分享 黃博士有請 謝謝 謝謝 首先我先分享我的鏡頭 好 各位你們好 我是這次第一部份的主講嘉賓 我叫Sharon 我是香港書康版權授權協會的總幹事 你們好 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 A.I. nowadays and its innovation to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是的 那就會有關於A.I.和怎樣幫我們行業 尤其是出版業去升級轉型 我會集中講一講我們有一個計劃就是叫做出版3.0香港智能電子書庫的計劃 我們的slogan就是書庫自慰創新著期 我們就是會為這個行業用一個A.I. 背後用A.I.來推動的一個電子書轉換系統 就是幫出版的行業升級轉型的 首先我介紹我們這個香港智能電子書庫計劃 我們這個計劃我們希望將香港的創意成果可以帶出海外的 我們首先會為本地的出版 將他們的中文的紙本書 然後拿去的file就是轉換成英文的書電子書 還有我們可以轉換三個版本的有聲書 包括廣東話、英文和普通話 我們這個計劃真是史無前例 我們有好幾個不同的單位去支持我們 還有我們有不同的一個單位有不同的角色 首先就是LFCM LFCM 待會 Dr.Frank 都會是我們第二個部分的主角嘉賓 LFCM 就是為我們這個計劃 提供就是AI背後支援 AI推動的一個電子書轉換的平台 他們Fund就是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是創科局那邊的部門的partner 主辦單位就是香港出版總會 香港出版總會當然是香港其中一個 最有代表性的一個行業的association 代表基本上大部分我們香港出版業界的同工 還有就是我們得到Create Hong Kong 整個計劃就是得到Create Hong Kong 它的全力支持的sponsor的funding Create Hong Kong當然它就是出版體藝和旅遊發展局 在香港核下的一個為了所有的創意工業 去背後提供一些支援 尤其是一些分定撥款的支援 希望將香港創意推展到海外 最後就是我的部分 香港雙版權授權協會 就是整個計劃的一個執行機構 香港雙版權授權協會 就是我們已經成立了 由1995年開始成立 已經28年了 我們就是香港六個可以攀售 license 的機構裡面的其中一個 我們是知識產權署註冊的其中一個單位 我們也是一個國際機構的一個會員 我們為了過百萬的出版物 還有我們代表作家 就是幫他們去管理和處理 中間我們所有的license 有關於licensing的一些arrangement 所以我們這個計劃 涉及的全部都是非牟利 還有一個政府的單位和機構 我們這個計劃是免費為了行業 去做升級轉型的 我也介紹一下 AI真的很粗略 因為在純技術方面 Dr.Frank就會多說一些 我這裡很粗略地說一說 其實AI在我們行業裡面 可以怎樣就著不同的範疇 尤其是出版界去幫忙 例如在出版界方面 其實AI背後的運算 其實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的對象 讀者對象 還有閱讀的趨勢 還有可以幫我們去策劃一些 無論是行銷 無論是推廣的一些策略 因為它可以就著我們的讀者群 或者市場的趨勢做一些分析 也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我們的讀者對象 還有整個市場 另外在公司裡面 在編輯方面可以幫忙做些什麼 像我們這次這樣 我們這個電子書庫 還有電子的Smart E-book Hub 我們很重要的 我們是用AI背後的技術 可以幫忙做很多有關於翻譯 還有我們越進入資料的時候 它的AI的資料越多的時候 就可以越準確地幫忙做一些 剪輯和一些調整的工作 還有整個過程可以折散到很多編輯 出版的一些時間和成本 當然另外對於讀者方面 也可以運用AI 就是他們可以選擇到 因應他們閱讀的一些習慣 選擇和可以提供到一些建議 他們讀一些什麼類型的書 提供他們更加提高他們閱讀的一些興趣 和方便到他們搜尋他們自己喜愛的書 那我就集中說多一點點 我們真的使用AI 我們怎樣去做到 幫出版社做到一個升級轉型之外 那我們怎樣可以免費 為它提供一個一站式的 即是由轉換平台 直到給讀者怎樣可以提高 整個閱讀的一個經驗 我們的網址就是 www.publishing.hk 這個AI的ebook的轉換平台 這個AI的ebook的轉換平台 其實就可以出版社 就可以很容易轉換到他們的書 是的 剛才也提過 除了中文書 還有英文書以外 在有聲書方面 提供了普通話、英文和廣東話的語音系統 他當然會看他的書的後博 一般來說 如果他是百多頁的書 簡簡單單 其實一至兩個小時 已經可以轉換到 中文轉為英文 聲音會另外再轉換 但是其實一至兩個小時 已經可以進行到 我們這個Smart的 Hong Kong Smart Ebook Hub 我們其實有整個 就是我們目標 是有一個千本電子書 這些電子書 就會有剛才不同的版本 還有就是我們搜集了最受歡迎的幾個類別 去提供給讀者的 當然就是有心靈例子類 有歷史和傳記類別 還有有醫療部分 有文學部分 也都有金融的部分 Finance and Business的 這五種就是最受歡迎 我選了這五種 就是在我們那個Smart Ebook Hub 那裡給讀者去試聽試讀的 我們這個Ebook Hub 你看到其實除了一些很經典的作家 例如塞蘭、譯書這些以外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初創的作家 等等都會播放一些他們的Sample 也都有一些奧運的金牌選手 張家朗 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還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也都有新創和有經典的作家 那我們的目標 就希望可以將香港的故事 還有可以令到讀者 通過我們這個平台可以閱讀香港 有五個主要的一個 我們覺得是一個 key features 在這個book hub 那裡 第一 因為我都來自香港 是香港版權授權協會 還有作者、出版社都很重視的 就是這個copyright protection 所以我們這個平台 我們是有一個CRM copyright management 背後會維護出版 還有維護作者的一個權益 還有一個版權的 還有我們提供有keyword 還有不同的分類的一個搜尋功能 還有我們也會有一些sample的pages 還有剛才提到我們有幾個不同的語言可以選擇 那個有聲書 那我們最後一部分就是 我剛剛算都去了法蘭克福書展 法蘭克福書展就是全球圖書的一個版權銷售的一個書展 同一個書展 不同一個書展 就是照書 法蘭克福就是談版權的 剛剛算了 我都在法蘭克福回來 等一下都可以有一些相片 那我們目標 除了將香港的創意成果帶去海外 我們都希望可以代表出版總會 代表出版業界 那就可以尋求一些合適的單位進行一些版權的銷售 那不如我就選了幾本書 就跟各位去展示一下我們這個平台可以做到的 還有怎樣幫到讀者、出版社去做它的書 我們選了幾本 這本都是有關於香港的故事的 第一本這一本就是 其實講的就是廣東廣彩 那這個就是香港最後一個 就是首繪廣彩的師傅來的 那它這本書就是全中文的 那我們就是放在這個平台上面 我們進行轉換 你看到就是轉了全部是英文的排版的 還有準確性都非常之高的 那當然裡面可能會有一些技術的 有關於廣彩的一些名稱 出版社都會去看一看調整一下 但是整體來說 那個準確度非常高的 那首先呢 不如就聽一聽英文的版本 那你會見到呢 你聽到呢 剛才的聲音呢 就是呢 我們LFCM 我們的partner 他們是專門找一些主播的聲音 還有買了他們的聲音的 去做的 那我們還可以選擇 男性和女性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原本的中文版來的 剛才你看到英文版 那現在呢 我們補一補 我們有一個廣東話的版本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就是普通話版本呢 三個版本呢 其實呢 我們都可以提供的 那現在這一個呢 就是普通話版本了 都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普通話來的 因此 就算是作坊的老闆 也要盡各位師傅三分 而譚師傅 就是在這樣一個生產環境下 出身的最後一人 就日資源潰乏 很多老一輩 由中國內地來港大 展都是本著問食 謀生二子 譚志雄自廣州南下本港後 以及精產轉到了韻 剛才那本呢 就有關於廣彩 那一個很精彩的一本呢 就有關於 真是香港的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另一本了 那就是有關於 《蔡蘭花花世界》了 那這本呢 就是講 有很多香港美食 就是很多美食 那尤其是我去Franford 那我都會選一些 希望呢 可以銷售到版權 還有呢 不同國籍 國際不同人士呢 他都會喜歡的 那我就選了一本呢 就是 蔡蘭有關於美食 這個是燒鵝 是 另一本呢 是 那另一本呢 就是 都是有關於美食的 那這一本呢 就是關於上海的一些 早餐美食 那你們見到呢 出版社呢 它將它 特別我們是InDesign File 就是出版的File 那就是 在平台轉換呢 它呢 就可以跟回 本身的InDesign 就是它的印刷 就是 用來出版印刷的File 然後呢 就直接轉換呢 裡面呢 就可以轉換了 裡面有些 我們見到呢 是一些圖著的 叫做Caption 是的 那還有呢 就 他們都 可以呢 盡量呢 保持到 整個版面的排版 的版式的 那所以呢 是一個 我覺得 完全呢 是很Amazing的 一個平台 還有我們是免費給 出版界的同工是使用的 飯內有榨菜 肉松和油條 圓滾滾的一大條 要剪成一半 方便進食 奇怪 油條為何 仍這磨碎布 秘密就是 把油條再炸一點 回炸 我 笑稱這是老油條 他們的資版很受歡迎 常常在 早上一下子就賣完了 跟老闆相熟的話 可以打電話 通知預留 我時常吃完 在外帶給同事或家人 對 第三本呢 亦都是有關於香港的一些特色 那就是有關於雀龍的 是的 那這一本書呢 開雀龍 叫Open Bird Cages 它由雀龍的歷史 去到香港雀仔街 還有講有關於香港的一些 popular culture 社會的 有關於香港人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喜歡 就是有雀仔 那樣東西 怎樣那條街 那樣的 The Bird Garden located in Prince Edward, Kowloon was constructed by the 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t a cost of 29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and officially opened in December 1997 spanning approximately 3,000 square meters the garden is shaped in a long, narrow manor running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it is bounded by Boundary Street to the north Prince Edward Road to the south Flower Market to the west and railway tracks to the east inside the garden there are 70 shops of various sizes that sell birds, bird feed, insects, bird cages, and crafts 這一本就是我們其中一些初創 比較新一些的一些作家的一本 就是我們在法拉克福 初創作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 對這本書有興趣的 剛才那個英文版 可惜的是 當遊客來到香港 已經找不到這樣的情緒 就算是伯根 被賣身 後的雀龍 也已經不是原原本本的 廣世主制播 龍 不知道是否導演 怕老套 而用上了鐵製鳥龍 龍 但若出現的鳥龍 失去了本身的藝術 和文化意義 那是否只淪為一種背景裝飾 最後一本就是有關於香港的天橋 就叫做Upper City 天空之城 就是其實很多 就是香港的特色 尤其是建築方面 就是我們很多高樓大廈 所以就是很多不同的天橋 這一本書就叫做天空之城 就是說香港就是很多由天橋連城 對於一些外國的讀者 以為他們其實都是比較的地方多 其實他們很少天橋 所以天橋的建築 怎麼搞天橋這件事呢 和在天橋造成的一些不同的境貌 在這一本書也是初創作家來的 展示出來的 我在Franford 我和其中一位作家 其實都是一個建築師來的 Dyson 我都和他有一些的 discussion 他寫這本書 其實除了所有的圖片 和所有的文字 其實都是他做了很久的 研究去寫好這一本書 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本書 在前面 在前面 bridges were built to connect places with natural geographical obstacles such as rivers, lakes, and valleys Shuongesi defines bridge as a water beam that spans across two sides of water bridges were originally made of wood while ancient Rome started to build arch bridges with stone and concrete for transportation of people or water it was not until the birth of modern cities with the presence of man-made obstacles such as roads and railways that we began to build modern bridges a three-dimensional road network that allows pedestrians and vehicles to move simultaneously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each other 古人以富貴橋 和法師代責 開始用石河會名堂建造龍橋 作為人形和書水之用 直至現代城市的誕生 出現了汽車幹道、鐵路等人會障礙物 我們才開始建造現代意義上的天橋 一種讓人和交通不去在乎 不干涉的情況下 能夠避開障礙而持續運作等 所以你們看到我們這個平台的書庫 可以除了在文字轉換以外 聲音轉換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聲音也是人聲的系統 還有Dr.Frank稍後可以多說一些 他們現在都在發展真人聲的有性書 待會兒等Dr.Frank可以多介紹一些 有性書現在都是一個趨勢 我們去Frankfurt和不同的一些單位 譬如有些圖書館採購的單位 又或者一些出版社 其實他們文字的電子書 他們的需求和量都可以維持到 去到有性書他們很有興趣 因為有性書的供應其實不是那麼多 尤其是有關於我們一些香港的一些題材 中國的題材 我們的平台都提供到 他們都很有興趣去做一些採購 或者去做一些版權的貿易 這個出版3.0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書展 去年的書展就有一個soft launch 跟著去到今年的書展 我們都有一個很盛大的 我們都有不同的代表單位 去和我們執行一個正式的一個launch 還有我們也舉辦了一些seminar 有關於電子書庫和AI 我們在今年的書展grand launch 我們都有做一些分享會 剛剛就是十月剛回來沒多久 就在Frankfurt書展 我們就中間請了Frankfurt書展整個主席 還有我們有出版和印刷的行業 我們在書展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香港館 中間就有一個creative corner 專門展示我們今次的電子書平台的成果 剛才我們都展示了一些sample 都有很多無論是外國的出版總會 一些國際的圖書館採購商 甚至乎有些個別的作者 他們都有主動去到我們那個單位 即是我們那個bouvelot的攤位 跟我們去合談 還有都有做了好幾場的分享 他們的作者都專誠 他們都覺得整個平台的轉換 因為有AI背後 就在一個準確度 他都覺得是非常之高的 當然我們一直做這個平台的時候 AI其實是可以幫到 我們可以便利很多工作 但當然最後其實都要有一個人的參與 例如我們每一個種類的書 因為它的詞彙各樣東西都有不同 又或者它的版式也不同 是的 它的主題也不同 都需要有人的一個參與 需要有人的主導 而且我們要不停給很多的data 我們叫書館 去提高 令到它的書庫 即它的data 它的database背後 越來越大 那就變成了 它都可以更加快 和更加準確去翻譯 但是都要有人背後 當然另外 因為我都代表版權協會 所以所有我們的書 都是得到出版社和作者的同意 我們都是要很小心地維護出版和作者 它的版權在背後 那我今天的presentation 就差不多了 有些什麼問題呢 待會就可以講完我們兩個presentation背後 如果有些什麼問題 詩儀那裡就看看 怎樣可以大家聊聊天了 謝謝詩儀 謝謝 謝謝黃博士 這次派來想邀請唐博士去幫我們做第二節的分享 唐博士 我要先停止分享 謝謝 好 好 好 到我了 是不是 我就要 share screen 嗯 看到 但是未是full screen mode OK 那跟著我就要轉去做full screen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Helen 好 大家好 我是唐志雄博士 是這個物流研發中心的研發總監 今天呢 跟Dr. Sharon 一起來這個 webinar 我今天這個環節的題目呢 就是人工智能應用在出版業工作的研究成果 所以稍後也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AI是什麼東西 怎樣用起這個翻譯和發聲書那裡 那 就是當這個科技 就是我們說的AI 現在近期最火紅的科技 cross一個傳統的出版業的時候 會拼出什麼火花呢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作者寫了一本書 就會翻譯成多語文的版本 我們現在目前就做了英文的 就是由中文轉英文的版本 但是呢 一路陸續的研究都會轉到其他文字的 比如這個阿拉伯文 俄羅斯文 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 這些各樣的文字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就可以將中文的出版書 可以推廣到全世界 這個都是我們的弘元來的 那讀者那方面呢 除了看文字書去做閱讀之外 還可以加上聽到一些發聲書 那就提高這個閱讀的樂趣 那剛才呢 就很感謝Dr. Sharon 她介紹了一個很好的項目 她們的Smart E-Hub Project E-Hub Project 有很多本《廣彩》 《賽蘭》 《雀龍》 《天空之城》 這些很精彩的書 我都希望可以有些時間 可以去看一下這些書 那也都介紹了我們 麥牛研發中心 和出版總會的一個合作無間的結果 所以她們可以帶到一些成績 去法蘭克福 可以去推廣香港的成就 那這裡呢 我也都需要做一些冥謝的 因為呢 這次呢 其實這個合作的項目呢 剛才Dr. Sharon也有提過的了 就是多謝孫東局長那邊的 創新科技處的基金 和楊潤雄局長那邊的 《創意香港的基金》 那就讓我們呢 物流研發中心 和出版總會可以合作 將AI這種技術 可以注入去出版3.0 就做到一書多譯 讀書和加上聽書這個效益 那希望這個可以成就到出版業的 這個轉型的再發展 那接下來呢 這個我剛才說 不懂得跳這個screen 這個呢 我也都準備了一條片 很短的片 就是我都時間關係呢 我來不及去做這個剪接了 所以我都放了這條片出來 在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後 溥仪和他的朝廷被允許留在故宮 但是政府為了防止他復辟 並阻止他和朝廷官員 從宮中猖獗的盜竊藝術品及文物 決定將他驅逐出宮 從東日本全業 為俄稱他們為迫量方式 我都不會不及存在 東日本全業 The Palace Museum creating its 90th birthday 10,2015 在2014年,在2014年,大約15萬人參加了大約15萬的遊客, 在世界上最初的選項。 那是在France的Louvre比5.8萬人更多, 那是世界上最初的遊客。 好了,大家剛才看到的一部戲, 就是一本中文書, 這本是故宮傳奇的一本書, 它是用中文寫的, 你看到一連串, 它是用廣東話讀出來, 亦都用普通話讀出來, 接著也是翻譯成英文版本, 然後用英語再讀出來, 這其實是我們在實驗室裏面做的一個版本, 就將這個版本和出版總會的系統連接在一起, 就造成我們一會兒會說的一個雙平台的一個組合, 出版總會的書, 就會用這個AI, 我們這一邊, 就轉成正話不同的版本, 就送過去, 完成整件工作, 基本上就是, 好像Dr. Sharon說, 就是兩種語言, 和三個語音的朗讀, 而大家都看到, AI能夠做到這樣的成績, 其實真的不錯, 但是這個成績其實是做了很多年, 科學家做了很多年的研究。 那麼厲害, 這一個章節, 我就說一下, AI的電腦算法的科技, 一般來說, 我們用電腦做事, 都是離不開加減成材, 排序列表, 處理文書, 和編寫報告, 我們平時做功課, 或者平時處理日常的事務, 很多時候都是這些, 但是這些都是計算的, 就是我們用電腦, 作為一個計算機的計算, 是Word的文檔, PowerPoint, Excel, 或者放相片, 放片, 數據庫, 網絡連接, 等等之類的事情, 雖然科學家發明了電腦, 超快的計算,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文書處理, 是沒有了電腦, 我們根本按計算機, 按不切, 用人手, 這些超快的計算速度, 過往就推展了我們很多的發展, 就是很厲害的, 但是, 我們中觀, 都是做不到人腦的智能, 於是, 科學家就去參考, 人腦裡面, 神經細胞的網絡是怎樣呢,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我們可不可以設計電腦的算法呢, 來去學習它呢, 用電腦來模擬, 大腦那個神經網絡系統, 又行不行呢, 科學家在這個問題, 課題上一早就做了30年, 今天, 其實可以仿效到, 生物的神經網絡運算的, 研究一些算法, 配合, 建構了, 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那些AI電腦, 這個也是目前一個, 很震驚的一個發展, 我們也看到在這個新聞, 或者是這些社交媒體, 都鋪天蓋地地說的這件事, 讓我深入淺述, 希望可以做得到, 這樣說一下, 電腦神經網絡就是, 好像很多, 是由很多很多的程式單元, 我們看到左邊圖, 一個個圈仔, 每一個都是一個程式單元, 一排一排, 由左至右, 由輸入那一層, 一路到輸出那一層, 來提供一個答案, 我們要向電腦發問的問題, 數據就是由第一層的輸入層, 經過中間的隱藏層的計算, 經過一層又一層, 到最後就去到輸出層, 就好像我們大佬一樣, 就算到答案出來, 也好像我們大佬一樣, 好像在思考那樣, 那是一個基本的神經網絡的結構, 科學家是為了對照片, 譬如我們看到右邊的圖示, 這個照片內容, 可以做得到一些認知的能力, 這個人類, 就有時候, take it for granted, 但是原來, 我們當需要想去複製, 或者學習人類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深奧的數學計算來的, 科學家就研究出一種, 叫做卷跡神經網絡, 我們叫做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這個卷跡網絡就好像圖裏面的顯示一樣, 將相片和一個細節, 一層一層地去分析, 一層一層地去連繫一起, 到最後就判斷出, 這一幅相片其實是一個海灘, 並非一個城市, 這種能力, 其實就令到我們人工智能, 就可以辨認出動物, 譬如貓、狗、小鳥, 都可以在電腦裡快速地掃描這些照片, 令到可以分辨出, 分類這些動物, 或者花朵, 或者人形, 人的動作, 甚至乎近年很流行的, 很厲害的人面識別, 這麼細微的人與人之間的面孔, 我們都可以分辨出來, 這裡也介紹另外一個神經網絡, 就是科學家為了做這個語言的運算, 就發明了一個長短期記憶的網絡, 這個網絡很厲害, 我們專門做這個翻譯運算, 做得很好, 我們叫做LSTM, Long Short Memory, 左邊的圖畫裡面, 一排一排的算法程式, 就排列了出來, 這個例子, 我們將一句德文, 例如Guten Morgan, 我不知道讀得對不對, Guten Morgan的德文, 以及一句英文, 這兩句是一個對比句, 德文和英文, 就將它輸入這個網絡, 一層一層計算, 到最後, 它會將網絡裡面的計算參數調整, 到最後, 就會得出應該得出的英文, 就是Good Morning這句英文, 我們在互聯網上, 也有海量無數的, 這些一句一句一對的句子, 就輸入去這個網絡裡面, 就可以訓練到中間的程式裡面的參數, 是令到它可以將你再輸入的新的句子, 它會翻譯出一句準確的英文出來, 那結果, 這個AI, 就能夠參考, 就是學習完, 互聯網上高禁海量的句子之後, 它就能夠做出很出色的德文英文的翻譯, 那麼我們也是, 中文轉英文也是, 我們將很大量的中文英文的對比句子, 輸入去裡面, 那麼他們的網絡也都最後, 就得出一些, 一個調整到, 一個網絡就可以將中文翻譯成英文, 好了, 那麼, 再進一步, 就是我們也熟悉的一些, 一些名稱, 叫做大語言模型, 就是, 那麼科學家, 就將這個神經網絡, 就做得更加大, 比我們剛才講解的那些, 模型更加大, 那麼, 平衡計算, 就做得更加快, 因為現在的硬件, 和網絡都很厲害, 那麼, 設計了這個, 我們叫做Transformer, 轉換式的神經網絡, 就發明了我們近日, 經常都聽到的, 大語言模型, 這些大語言模型, 真是很大的, 很大的語言模型, 很大的神經網絡, 有千億級的參數, 我們最初做神經網絡, 開頭發展的時候, 都是十幾個, 百幾個, 最多都是一千, 十萬, 但是現在這些, 就去到千億級的參數, 能夠有運算人類語言的超級能力, 我們經常都聽到, 他懂得寫文, 又懂得聊天機械人, 也懂得編寫人類的語言, 今時今日, 大家都經常聽到, 社交媒體, News, 經常都說, 微軟的Track GPT, Google的Bot, 百度的Ernie, 還有Meta, 即是Facebook的Lama, 這些都是很典型的, 現在的大語言模型, 科研界也正在應用這些大語言模型, 去做各種不同的研究, 那麼, AI來到這個地步, 可以幫助我們做好翻譯書, 發聲書, 以及剛才Dr. Sharon也提過的, 真人的朗讀書, 真是很神奇的, 那麼, 剛才那些話題, 都是希望可以用一個淺白的語言, 和大家帶出了現在AI神經網絡的發展, 大語言模型的產生, 技術的產生, 那麼, 現在就帶回一個話題, 來講回我們和這個出版總會研發的一個平台, 我們的AI是搭建一個, 我們叫做轉換電子書的雙平台系統, 那麼, 你看到這個圖像顯示,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的用戶, 將一個書的檔案, 就常傳到這個入門的這個門戶的網站那裡, 那麼, 這個門戶的網站, 收集了那本書之後, 就會傳過來, 後台這個AI處理的平台那裡, 那麼, 這個AI處理的平台, 主要是將電子書翻譯成的英文, 以及產生過三個有聲書的, 三個語言的有聲書, 那麼, 第四部曲, 就是將這個成果, 這四個檔案, 就傳回去五個檔案了, 全傳回去前台那邊的門戶的網站那裡, 那麼, 最後就是門戶網站, 最後, 用戶在門戶網站那裡, 就下載那個成果, 就可以得到它自己的翻譯書, 以及不同版本的有聲書, 不同語言的有聲書, 那麼, 這個整體上, 我們的經驗, 就是, 都很有鼓勵性的, 因為做出來, 這個系統, 其實那個能力, 也都, 因應現在AI的發展這麼高速, 那個能力都好的, 還有那個用戶的經驗, 都是簡單易用的, 所以, 大家都很鼓募, 我們的AI, 可以轉大量的, 因為它是電腦計算, 高速地計算, 所以可以轉大量的翻譯, 大量的文檔, 其中一個, 我們最初的出發點, 就是做法律文件的, 所以, 現在我們的AI, 是可以將一些法律文件, 由中文翻譯成英文, 那麼, 看看, 那個翻譯出來的版本, 好像Dr. Cheryl說, 它的文字啊, 還有它的語意啊, 其實都挺準確的, 那麼, 這個正話大家都聽過了, 就是, 可以, 爽成一個粵語, 還有古東話, 還有英文的一個有聲書, 那麼, 我都準備了了, 那麼, 年輕人向老人家問路, 請問三家孫怎麼走? 老人家說, 嗯, 怎麼說呢? 要拐好幾個彎? 剛好你是路過, 說, 我帶你吧, 反正我也過去, 好, 年輕人向老人家說, 嗯, 正話那個, 就是, 嗯, 是, 在, 我們, license 了一些, 說話聲音, 去, 去, 製作出來的一個, 朗讀這樣, 所以我們, 在個電腦那裡可以, key in, 可以打一些, 輸入一些文字, 去照那篇文字, 就讀出來, 這個就是, 基本上, 就是我們做這個, 發聲書的一個, 基本的做法, 那麼, 也都提過了, 我們, 就是大家那個, 科研的發展, 一直都是向前的, 那麼, 最近, 我們也都是, 成功這樣, 去做了, 一個, 真人的, 發聲的, 技術, 那麼, 這個真人的, 發聲的, 其實都是, 就是, 目前, 目前, state of the art, 一個, AI的, 發展, 全球的, 那些, 研究人員, 都在做這些, 很前端的事情, 就是, 他將, 真人的, 說話的, 錄音, 抽取出來, 他的語音, 他的音調, 他的聲文, 一個模型, 然後, 利用這個模型, 再配上去, 將文字轉化成聲音, 那麼, 這個錄音的, 作者, 可以將他自己的音, 就, 變成一本, 他自己寫作的書, 有聲書, 那麼, 這個效果, 其實都挺震撼的, 就是說, 作者, 除了他寫的書出來之外, 他還可以將那本書, 用自己的聲音, 去讀出來, 那麼, 給了讀者, 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閱讀的經驗, 或者聽書的經驗, 那麼, 這個, 都可以, 放出來大家聽聽, 很精彩的, 過去十年, 與回歸之前相比, 與劇界更受到政府的重視, 政府與百合的溝通十分良好, 不但流暢, 而且非常信任。 第七章, 性呢, 從政協走到人大常委, 我擔任全國政協十五年, 提出過百項提案, 原本計劃, 退下來, 光巧又遇上全國人大代表滿界。 從今, 將起連續四章, 我會討論地球種種變化的歷史軌跡, 我覺得所謂的現代, 文明人生活得很笨和, 很苦, 因為有燈, 結果, 很晚才能睡覺, 還令香港一些野生鳥類如油準, 反常, 十一時多, 還在尖沙咀新勤地, 找捕食物, 成為油準, 野獵的世界紀錄, 別的地方的, 油準, 早就匯酬安順。 是否很精彩呢? 這三段片, 很感謝汪明荃小姐, 譚耀宗先生, 和林超英先生, 參加我們的實驗, 把他的聲音錄下來, 然後我們處理好他的聲音之後, 配上他整本書, 對於作者來說, 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他讀了一兩個章節, 他就可以將整本書, 十幾個章節, 都可以用電腦, 生成他的朗讀, 剛才那些片裏面的聲音, 是電腦生成出來的, 並不是錄他們的原版的音, 是電腦生成, 其實我們都忌耳聽下去, 分不清楚究竟他是, 汪明荃自己讀, 還是電腦, 用他的聲音來讀出來的, 他都仿效了汪明荃的聲音質, 還有譚耀宗, 林超英, 都是平時說話, 我們在電視電台上聽到的聲音, 所以這個效果, 那個象徵度真的很驚人, 真的可以幫助作者, 作家, 生成自己的發聲書, 可以將他的書, 給讀者的感染力更加提高, 我們希望這些科技, 都用在正當的用途裏面, 對嗎? 最後, 現在也有一個很火紅的話題, 就叫做生成式AI, 即是產生一些AI變咒出來的一些數據, 就是這樣, 我這裡也和大家玩一玩, 就做了, 變成了譚耀宗在這裏講天氣, 林超英就講太空的事, 汪明荃就講人工智能, 這些都幾好玩的, 我就給大家聽聽聽, 天氣解放一股東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 其後24小時內閣區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 吹東至東南風三至四級, 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 稍後能見度較低, 可以有小致中浪, 中國的太空計劃取得多個發展, 2003年成為獨立松人, 淚入太空的第三國, 2013年, 常俄三號在月球軟著陸, 成為第三國。 近年來, 人工智能技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尤其是在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領域, 只惜技術使得計算機系統能夠從大量數據中自主學習, 並在很多方面達到甚至超越人類的表現。 是, 看到AI虛擬的真實, 準誠度非常之高, 技術用在好的用途方面, 可以幫助我們作者、出版商, 可以提高他們出版的效率和文化交流的傳播性。 就是這樣。 天氣的復活。 差不多到尾了, 我上面說的那些AI, 我們希望可以協助, 言言全全是可以貢獻, 協助這個推廣香港的出版, 傳播這個中國的書籍, 中國的著作, 中文, 文化, 做到中外文化交流, 一個深遠的目標。 我們在這個大題目上, 中外文化交流深遠的目標, 以及推廣香港出版, 可以出一點魅力。 好, 完結了, 希望我上面說的那些對於AI的科技, 上面說的東西, 能夠令你對於AI的科技產生興趣, 心裡邊, 開始埋了一個探索的興趣的種子, 以後你們就發揮了。 好了, 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 希望可以貢獻到一點點。 OK, 接下來, 我交給Helen, 看看大家有什麼討論。 多謝黃博士和唐博士, 說我們大力爭取的分享。 我們現在在Zoom,